我们又见面了 怎么接近 他越是功能我越往前靠 怎么伪装 互相在试探 刘宇娥开始怀疑我了 我是周春山 如何演绎周春山就在新推荐 大家好 我是侯天来 继续聊聊破局1950 周春山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他是如何堂而皇之地 和特别行动小组 建立了一个友好的关系 一旦拿到武器和炸药 马不停蹄地去实施井雷计划 周春山知不知道他这么做 这是破坏啊 他知道 他知道 他这所有的行为 都违背人民的正义 但是你要演他的时候 你要站在批判的角度 好像不那么真实 所以还是站到这个 人物的立场上 坚定要把这片子炸掉 被人逼得神穷水劲 走透不过突然眼前 一片光明打倒了 你想他会不走吗 反正我这些年来演戏 力求的就是真 说我演周春山错了 我是周春山 咱们这江边 怎么设了那么多军事禁区呢 是啊 您怎么知道 第一界面陪我下去 我就感觉这个人不一般 想通过他在安东还能起码 探听点别的事情 他是抱着这种态度 来结交他的 结果没想到他是个公安 那么他就要戒备 后来他又一想不能戒 他越是公安 我越要往前靠 我们又见面了 虽然我们又见面了 但是现在我们的身份不通了 是啊 表面上是岂有内心较上进 互相在试探 互相在较量 看看到底谁能笑到天亮 您信不信 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 这个我当然相信 我希望咱们胜利 咱们肯定胜利 韩立东他有几次特战 叫我看出来 通过他通过他的家庭 我可以把这只手 直插他的心脏 但是他特别喜欢他 他说韩立东是最有 是我见过最有才的一个人 如果他为我所用 那是我莫大的荣幸 也是我情报战的荣幸 韩立东确实是个人才 我非常欣赏 我能遇到韩立东 是我的荣幸 这个就跟下棋一样 如果你遇见一个 初级阶段的棋手 你跟他下棋 你把他赢了 你觉得有意义吗 如果他违背了我 我一定要亲自杀我 已是对他的尊敬 你看他反而弄出这一套理论来 和他还好 我喜欢他 也特别好学 非常聪明 非常小幽默 有时候自言自语 自己在那得我 非常懂礼貌 而且没有毛病 包括演戏他也没有毛病 一会儿我给你看个药方 我保你 药道病除 那太感谢您了 刘宇娥就是在旁边观察我 当我每次跟韩立东 在交流的时候 我这个眼睛就能感觉到 医生都在那观察 我看你还怎么演 就那意思 因为他知道他说我是特务 刘宇娥开始怀疑我了 现在只是怀疑 不过时间长了 快就不好说了 苗普非常灵气 很用功 而且很有自己的想法 对我特别地关照 告诉你 快给侯老师照顾好 饭都给打来 用 我没带助理 合作得非常愉快 也非常感动 境内计划 一代实施 世安铁路交回大湾 周春山他究竟要做什么呢 我们明天接着聊天